通通说出口兄弟你来说 欢迎收听由中信娱乐家族制作的podcast节目 来聊聊关于中信兄弟 中信特工 以及中信菲姆利的点点滴滴 从皇朝来袭到闪电狂轰 从一个闪现到一级炸裂 兄弟你来说speak your mind bro 通通说出口兄弟你来说 欢迎收听由中信娱乐家族制作的podcast节目 今天呢由我主持人繁华 一样呢由我们的美女小编 从上一集这个月东还是东华之后 我们持续的开始这个为大家探索休息室的深处 那今天呢这位来宾真的是大来宾 我现在非常紧张 我从昨天这句话好像讲过 但是我就一直就是翻来覆去 就想说因为这位大来宾呢 其实他的 是先败 这个专访或是文章甚至也有出过书 所以其实他有很多内容 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算是蛮了解了 那就希望今天呢在我们的兄弟你来说 可以再多多的告诉我们一些大家不知道的故事 那就欢迎我们的周思琪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华哥好 世音姐好 华哥 你也是华哥 华哥 德华哥 德华哥 我想其实我蛮好奇的 就是大家在休息室都会怎么叫思琪啊 通常 学长啊 就叫学长 通常是学长 对对对 我刚刚有跟凡华介绍说 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特别 就像子贤会叫你德华哥嘛 哦 德华哥 所以德华哥也是可以的嘛 可以啊 看怎么叫 我没有举钱 你想怎么叫帅哥 这个先 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从德华哥的生涯早期 要一路聊到这个斜杠系列 聊到那个末期 还没到末期 但是呢有很多可以聊 所以我们今天预留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 比龙哥更久 谁要听哈 三个小时就放人边睡边听这样 那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会分两集 所以今天上集呢 我们先从一些比较早期的故事 开始跟大家来 先从周思琪这个人开始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思琪 其实除了个人之外 他有很多的这个其他领域的一个发展 所以今天我们先专注在个人上面 就是选手的周思琪 好 那这个众所皆知啊 这个思琪是从踢足球出身的 众所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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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有人知道啊 没有人知道啊 因为我们足球很烂啊 真的吗 足球是有曾经有梦想过 在这个足球的职业上发展的吗 还是 没有完全没有 因为那时候是要选社团嘛 是 有社团课 很久以前有社团课 现在应该没有社团课 现在好像 有啦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很小欸 那时候是很小的 就有小学 就要选社团课 就是下午的时候要选社团课 我們就要选那个 项目嘛 然後 我們就选足球 對 然後那時候想說 不然去踢男子足球好了 結果呢 欸 踢一踢還不錯 然後那老師就說 不然你加入男子校隊啊 我說喔好啊 就進去校隊嘛 結果大概踢一個禮拜 校隊就解散了 為什麼 才一個禮拜 因為太少人去踢了 因為我們那邊是 產的是女足 對 像很多很有名的女子足球員 都是從我們那邊出生啊 像那些木蘭隊 早期木蘭隊的一些 中華隊的那個選手 都是從我們那邊出生的 像我學姊 很多一票都是中華隊女足的 就是拿很多 很多次的冠軍啊 還是什麼 都是從那邊產出的 那為什麼一開始 會想選足球 因為比較帥嗎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流行 除了棒球以外 就踢那個竹壘球 然後還有五人制的 那種類似像什麼 中廣碑啊 然後什麼智強碑 或者什麼智 就是那種智強碑好像是 還有智力碑 就是那種爆色的碑賽 然後我們就想說 去踢看看 因為那個第一名 前三名有禮物嘛 什麼洗衣粉啊 米啊 肥皂 我記得那時候還有米 就是一大袋 說哇有禮物耶 要不然我們去踢看看這樣 就跟我鄰居一起去踢啊 對 就一個禮拜就解散 沒有人參加 就那一個禮拜成績很爛 我們以為我們會前三名 其實都沒有 都一直 大概前兩場就淘汰了 那是什麼 所以禮物沒有到手 對 禮物完全沒有到手 還解散球 對 因為當時是 我們光復國小嘛 在華蓮縣內 那時候最強的男子足球隊 是在華蓮市 像花崗 花崗國小 或者是 反正是華蓮市的那些 國小比較強 一直到現在都很強 那光復國小的男足 特別弱 女足特別強 對 所以就解散 好的時候 不然解散好了這樣 那所以解散之後 到棒球 中間有經過很久的時間嗎 沒有沒有 因為你解散的話 還是要選那個社團課 就是回到社團 對 選下一個 對 社團課 大概是五年級 那年結束六年級 要選社團課 我就去打棒球 那老師說 那不然你去打棒球好了 我說喔好 就去打 就大概是這樣 完全都不是看你的身體 就只是說 你要不要去 踢足球 但我同學一直說 欸你來打棒球啦 我們同學很多 那時候已經 大概從小三的時候 就已經去打球了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有興趣 因為我們在路邊就可以打了嘛 就跟鄰居啊 或者是同學就約在路邊 或者田邊就開始在那邊打 我學校操場就在打 我覺得 欸我就在打啦 我什麼還要加入棒球隊 就平常就有在玩了 對 可是 校隊又不一樣嘛 玩跟校隊算是兩回事 那我看到他們 也一直在 他們這幾年一直在說服我 說來參加棒球隊啊 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後來六年級我才 因為足球隊解散 我才去打棒球 對 然後才加入那個校隊 那才發現說 哇塞校隊怎麼那麼累這樣 比足球還要累 因為足球沒有人嘛 可能就在那邊摸魚還幹嘛的 所以加入棒球隊其實只是一個 就是社團選擇而已 一開始 所以我當然 我自己也有興趣啦 我自己也有興趣 因為我有關注那些棒球的明星嘛 像我們部落的棒球明星 陳怡信 王光輝 我都很喜歡他們 可是我自己要去投入要參加校隊 那時候還沒有想到 沒有想法 我想說就好玩這樣而已 比那時候也才國小 才國小嘛 對啊 你怎麼會有那麼多想法 就看那些偶像啊 就小時候很喜歡 還有一個足球明星 叫馬拉杜娜 整天就在那邊聽說 喔我是馬拉杜娜的 馬拉杜娜的左腳 馬拉杜娜的那個 上帝之手 什麼之類的這樣 就在那邊玩就會講 然後我們對馬拉杜娜的印象 也只是從報紙 還有廣播去聽 可是我從來沒看過馬拉杜娜長怎麼樣 OK 所以其實在當時的部落 其實足球跟棒球都是 算蠻風靡的啦 對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邊就是足球跟棒球 是最夯的 了解 足球是特別是女生 所以我們常常會被那個 女足隊的欺負 因為他們跑很快啊 體力又很好 因為女生發育比較好嘛 對啦 在五六年級的時候 應該通常比較高的都是女生 對以前我們大概五六年級 我們班的同學很多是足球隊啊 我們都會被他欺負啊 因為他們很壯很大隻啊 因為女生都發育比較快啊 那時候真的是 我們班的那些什麼什麼 風紀鼓掌啊 班長啊 都是女足隊的 不敢吵欸 因為念書 因為念書然後又很兇嘛 了解 那進入棒球隊之後 有馬上就展現了 就是讓教練覺得說 哎呦思琦蠻有天分的呢 有這種 當初是這樣的感覺的嗎 因為我是左撇子嘛 是 所以 左撇子的選手很少 那老師就很希望說 我要趕快去融入那個球隊嘛 可是我剛進去打 我也不太會 不太會接球 也不太懂那個規則 然後剛開始也是 在旁邊在那邊 跟那個 剛加入棒球隊的人在那邊玩 先從 我記得先從打Toast開始 打Toast就是 一個人投一個人打 然後打過去的那個接 然後他再投 然後我們在打的時候呢 我的同學就一直抱投 然後我打的時候呢 又一直打亂打 就有力量但是不準 就是那技術上 還不是很成熟 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嘛 在那邊撿球啊 然後打Toast這樣接球 那慢慢的就可以了 而且那速度其實還蠻快的 就可能我們之前就在路邊 或者是在平常就有在打棒球習慣 那這半年會讓你覺得有 後悔加入棒球隊的感覺嗎 就是因為畢竟這個訓練跟 平常的社團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真正後悔應該是進入暑假的時候 暑假我們要住在那個老師家 集訓 集訓 然後就一起去集訓嘛 說哇賽怎麼這麼累 早上六點就要起床 然後就要跟 就要開始做體能訓練 然後 體能訓練完呢 還要上課 暑假我們還要上暑修 因為我們的那個棒球隊教練 就是學校老師嘛 是 然後我們要跟老師跟師母一起上課 那我們的那個棒球隊教練 他就比較 那個很注重課業嘛 是 他希望我們暑假的時候 還是要把暑假工作業做完 該做的都要做啦 以前小時候暑假作業很多 老師是希望我們要 邊打球邊把功課寫完 而不是那種 最後一天的才寫那種 當然也可以啦 但是我們 老師就逼我們那時候也要寫 所以 早上又要練球 然後又要 那個暑修 然後一直練到晚上 還要練習 還要揮棒 一整天的小學 一整天的小學喔 一整天喔 然後 揮完棒 吃完點心 然後再玩自習 再寫功課 再回到課業上 對 再回到課業 你早上沒有寫完的 你晚上再寫 就是老師會陪我們陪讀啊 這其實蠻 課業占蠻重的 對 其實很嚴格 我這樣回頭看來 看的時候回想 其實很嚴格那時候 然後而且 我家又離老師家很近 我就沒辦法回家 我想回家你知道 大概才隔壁一條街 但這一位就是當時的教練 也同時是老師嘛 他這樣的教育方式 其實就是對於球員來說 是不是會造成一些影響 就是說我們讓大家 不是只是打球 當然該做的這些課業都要做 因為施琦的這個學業成績 應該也是不錯對不對 當初 我們那一屆的學業其實都很好 是 那一屆的棒球隊學業 然後我們那一批幾乎 就是小學的時候 畢業的時候 他會分你的成績 看你能唸什麼國中嘛 是 就像現在的 準備學測前的學測嘛 類似這種 模擬考 對 我們的成績其實很好 就可以分配到什麼很好的國中 是照學業分配還是照棒球 照學業 照你的分數 就是你那個模擬考的分數 我們的分數其實都很高了 然後都有的可以上什麼 都不錯的高中 在花蓮這樣子 不錯的國中 對 那個時候會有 心裡會有想過說 要去讀這樣的學校嗎 就是說 就棒球就到此為止了 我就往升學走了 沒有啦 小學沒有想那麼多 對啊 我們現在一直把 馬思琦的小學想到現在 那家人呢 家人會不會建議你說 不要這麼多時間在打棒球上 他們不會 因為我在打棒球之前 我就有在學其他的那些什麼 課程 比方說書法課 我就有去上 心算 心算 但我心算我真的沒有興趣 豬算也是 要在那邊用那個豬豬嗎 現在還有豬算嗎 現在有嗎 我小時候是有啦 我小時候也有啦 就是拿那個算盤在那邊 等一下 我現在沒看到路上有人拿過這東西 現在沒有啦 現在沒有什麼計算機啊 現在沒有什麼計算機啊 現在有那個iPad 現在不用豬子啦 不用那個算盤了 真的 小時候有算 現在有豬算心算 然後有去上 但是我對這兩個是沒興趣 寫書法我就有興趣 所以你的 其實你的字現在滿漂亮的 就是那個時候練 應該是有 因為那時候寫那個 我剛進去的時候 就要把一整本那種 九成功旅全名 歐陽 西 歐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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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歐陽修 修還是西 沒關係 歐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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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九成功旅全名 要把它寫完 對啊 就那個草編紙這樣 喔 這樣一直寫 所以你的國小生活算是 多才多益 多才多益 然後很豐富 對 然後 最後 那在國中的時候 就是國高中 就是算是比較堅定的 往棒球的路在發展了嗎 也沒有很堅定 就是其實這樣子打賽 小時候也不覺得資源少 也不覺得苦 可是回頭看來 是的確資源少 的確還蠻辛苦的這樣 對 那國中其實也沒想那麼多說 要不要繼續往上打 然後 同學說 不然我們繼續打 然後我們在小六的時候 也拿全國亞軍嘛 然後全國亞軍那時候很好玩 就回來的時候就遊街啊 才亞軍而已喔 就整個箱這樣子 坐吉普車 兩個人坐一台這樣子 哇 這是瘋王遊行的概念 瘋王遊行 光復版 光復版 迷迷版 這個場景 就像我小時候看到 王光熙 那時候他們奧運銀牌 回來的樣子 是一模一樣的規格 我想說 欸 我們才拿全國第二 又不是拿奧運第二 為什麼有 也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有 對 對 對 然後又拿亞軍嘛 老師說啊不然你們就繼續升學啊 就打光復國中繼續上去這樣子 享受到了這個 在吉普車上的感覺 對 成績也不錯嘛 是 成績不錯 然後那年我也拿一個 哨棒全天打王獎 對 欸 啊不然我們繼續打上去 好像 好像可以了這樣子 那有到哪一刻才真的覺得說 我的未來 確定是我要當一個職棒選手了 大概進入高中的時候 高中畢業那時候才覺得說 嗯 喔沒有 我應該說我要當職棒選手 確定我可以當職棒選手 應該是我打完大二的時候 是 培訓隊打完的時候 我才覺得 我好像可以跟職棒球員較勁 因為我們那時候中華培訓隊 會跟納魯安聯盟的職棒球員 還有中華職棒球員 比賽 是 所以我覺得我打得到那投手的球 而且還打得很好 嗯 那也是職業等級嘛 那我就是 是不是 我就可以往這個路上來試試看 對 那時候培訓隊 會跟他們熱身賽嘛 會對到那些職棒的投手啊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打過橫田九澤的球 然後我打安打 然後上來那個學長 蔡莫安就說 欸 少年妳感覺她的球怎麼樣 我說欸不錯 好 不錯妳再打安打 好 搖搖搖 就是你先捧他 就順便捧到答安打的自己 對對對 Ok 所以那個時候有了這樣的感覺 然後一路到2005年的這個 戴訓結束之後 算是正式的成為一個職棒選手 加入了這個成泰Cobra 對 對 不過一開始進入職棒 有沒有跟你想像的有一些落差 我進入職棒之前 其实就受伤了 就签约之前我就受伤 肩膀都受伤 那时候一会比赛 然后就是接球 然后撞到墙 然后肩膀就受伤 开刀 进入之后 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都在复健 大概是这样子 了解 那当然会跟我的想象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强度就不一样 它的强度是在于说 你要每天要面对的那个 球赛面对的每一个投手 它是几乎是重复的 每天每天一直如庆在走 对对对 你会重复的碰到这些羊头 这个本土的投手 你会每天会碰到它 每天碰到它 大家也知道 那个时间久了 那种招妖精都照得出来 它就会知道说 你什么球不会打 它就会一直攻击 那个不会打的地方 会被针对 对 所以它自己学着去克服 就是一直遇到的这些对手 那个时候就有轻手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没有那么 那么好的那个环境跟设备 大概都是用手写笔记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也会稍微 就是有个笔记本 是你们自己学时候要记 还是教练会跟你们说 我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是郭泰远当总教练 郭总 然后他有 有请一些客座的教练 邱三信二 陆曲 易龙 那个都很有名的 名将 对 很多日本系的教练 还有什么 佐藤秀树 那些都很有名的 以前佐藤秀树是中日队的王百投手 对 后来退凶啊 来 那个Cobar打球 好多客户 那个客座教练 都是西武的 然后他们就带来很多 比方说那些 格式 日本的 对 然后其实一直沿用到 现在我们在用的那些格式 也是 那时候我在用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当然 日本职棒可能走得再更前面一点点 对 他们就把一些新的一些 他们所使用的东西带过来 对当时的你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 对 他就会手写的笔记嘛 然后 很明确的那些 那个 他的图示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记球录 可是那时候又没有办法 你去回放 前一天晚上的那个比赛的画面 你必须看重播 然后所以我们就比完赛 回去到宿舍的时候 大家一起看 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未来 然后重播嘛 我们就在那边记看 诶 换我打 啊超过了 你说诶 我刚刚打什么球 然后你前一刻是变化 那个滑球 说哦 然后就 滑球的三角形 因为没办法拉回去嘛 然后就会 就说 比方说我要去上厕所 说诶 换我打 下一个换我打 你帮我看一下 对 他就帮我记 记起来 对 他记我的本质 然后如果是他的话 我就帮他记他的本质 就互相 以前的情收是这样子 这个很 这个大概是05 一直到07 嗯 都是这样子 到真的 就是YouTube什么东西 出来之后才比较 对啊 才有那个系统 对 那以前也没有手机嘛 没有智慧型手机啊 嗯 然后你的那些方法 都比较 比较传 比较传统一点啊 嗯 对 手写的比较 要花很多时间 要花很多时间 对 而且我们那时候 呃 刚进去也没什么 比赛的机会嘛 嗯 是 然后就跟那个龙哥啊 像我们如果这一场 没有比赛 嗯 就是这 也没什么下场的时候 我们就会 呃 寄完笔记 吃完饭 我们再开车去三次 三次球场 嗯 我们那个 呃 宿舍在淡水嘛 然后离三次球场 大概30分钟 嗯 开车 我们就开小巴 再去球场 再去练 你们两个 我们两个 嗯 有时候会三四个 这样子 嗯 对 两个 然后就打了打 大概打到三点多四点 然后打完了回去 大概四点半五点嘛 嗯 吃早餐 然后睡觉 嗯 然后这个生活是 不是只有 那个哦 片刻的哦 它是很长的哦 嗯 可能是两三年 我们都是这样练哦 就没下场 就去打 嗯 回去就打 难怪龙哥那集podcast里面 一直提到诗器 对啊 因为他们相处 相处 但他没有 提到这一段 他也会说保留 对 他没有提到这一段 这个是小秘密的 他只有在讲那个 你们两个颜值都很高啊 这个部分 对啊 颜值高 你半夜会 就他在睡觉 然后你在挥棒 不是啦 他 我在 我在睡觉 他在挥棒 因为他比较晚睡 OK 然后他说你都吵不行 对 就习惯了 然后他在那边挥棒 然后做一些重训嘛 对 他自己带一些重训器材 对 所以他的 算是个好室友吗 你们的这个 就习惯了啦 因为我们那时候 带去 然后一直这样子 从左营 然后到淡水 一直到兄弟 都一直在一起啊 嗯 那你有听他那集 他讲的吗 有啊 我有听啊 对 有没有什么 这个要澄清的 还是他讲的都属实 就 我觉得他讲那个 那个什么 在谈约那一段 有一点 有一点客气了 我以为是有点夸大 原来是有点客气 对 对 对 因为我在外面听嘛 我都快笑出了 我在外面就一直在笑了啦 你说他在谈约的时候 对 在跟我们当时 陈泰的经理 王经理嘛 然后王经理 你这个小孩哦 该这样啊 你真的最要求的 我在那边说 哇 哇塞 好厉害哦 谈 因为谈到他说 谈到经理去这样 真的是蛮厉害的老实说 对啊 而且我们才刚加入啊 我们对那种谈心 我们也没有经纪人嘛 谈心人家经验 完全都没有啊 他就可以去这样子跟那个 那个经理 经理已经是管球队 已经管很久了嘛 还可以在那边 巴拉肯定这样很久 我就觉得很好笑 那你有问他吗 就是说他谈心的这些技巧 是从哪里来的 天生的吗 还是他有去 那应该是天生的啊 天生嘴巴就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就这种讲话的能力可能就是 与生俱来 真的 所以那集Podcast还会录到两个小时 而且我们是强制结束 对 强制结束 是他还可以再讲 我们是说 还可以继续讲 同时不行 这一集到这边谢谢 因为我们要去那个 那时候我们要去花莲了 对 而且我肚子很厉害 对啊 他就可以这样子讲啊 对啊 然后我觉得那一集 他讲得有点客气 下一次再重新叙述那一集 那一段这样子 我们要再来一个深入的 深入 没有时间限制的 要不然再找那个王景妮 王景妮来澄清一下 哇 寻人 请王景妮来澄清 然后就三个人坐在这边 因为我之前在台北 我碰到王景妮 他也是穿着整套Cobra运动服 哇 因为我说 哇塞 怎么有穷运 还记得成那一Cobra 然后我就 这样子看到一下 不是我们王景妮吗 我去跟他打招呼 然后就让我想起那一段 难怪 可是其实说真的蛮多 我其实蛮常在球场会看到 Cobra 其实真的是Cobra 蛮多的 就是这一段 因为Cobra刚成立的时候 确实是 那时候有三分注嘛 对 然后很日式的球衣 而且Cobra的东西 其实到现在 因为我之前看过 我爸有Cobra的一些东西 到爸爸了 糟糕糟糕 我觉得他其实设计 你就算放到现在来看 都蛮潮蛮帅的 对不对 比较日式景约 或者什么设计 因为那时候公司花了三千多万 对 因为老板一直在强调 我这设计三千几万 然后一直在那边讲 我说哇 三千万 三千万一直洗脑到现在 我还记得那个数字 三千万了 OK 真的有必要求经理来上一集 真的 王经理 王经理 如果你有听到 我们再找你 对 王成峰 王经理 王成峰 好好 寻人启事 因为我在路上好不好 你下次再麻烦你穿 整套Cobra 来参加我们 黑橘色那一套 真的 OK 那所以前期在Cobra 当然这个事情是有点 又离题了 对 我赶快拉回来 因为我要控制这个节目时间 那这个前期 当然事情是在商事当中 那大概到第二第三年左右开始 2007年 2007年 开始有先发的机会 对 开始有比赛的机会 那时候商也比较好了 在07年开始有机会 之前05到07 我几乎 就是我们过的生活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这样子训练 就是训练 养上 对 而且那时候 那几年 几乎年假 我们都没休息 就我跟龙哥 我们年假大概放三天 就回来 然后我们就跟毛哥一起练 顺兆力 那时候 他带我们两个一起练 他觉得我们是可造制裁 然后就带着我们一起练 才修三天 就一整年 这样才修三天 就回三支继续练球 重训 然后一直打 一直打 我记得他说 几乎每天都要打三篮 三个篮框的球 是 最少 然后如果时间有长 他会叫我们打四篮 那每一篮都大概 两三百颗这样子 就那种大篮子 就是自己在那边 打那几球座 或者是打那个投球机 因为我们那时候 三支球场 有那个室内球场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这样子练 所以我们就是打 打到那手都歪掉了 还是一直打 所以那段时间 其实蛮辛苦的 但是就是这样高的训练量 觉得在2007年 你的 就是站稳一军 应该是 这几年的训练 都是很有帮助的 对吗 要这样子推论也可以 但是当下也不觉得 自己能够在职房间 闯出什么名堂 因为其实我们球队的 那时候阵容 其实很强 谢家贤 王川家 罗敏 那时候都是 都是一时之选的好手 而且那时候 我记得马上就拿下一个 上半季冠军 那时候就是季冠军 是有拿到的 就是成绩都是还蛮前面的 对啊 那时候我们刚加入之前 也拿到那种 加赛 721加赛 又拿到上半季冠军 其实整个阵容都很强 我们不觉得说 自己可以在这个球队 可以闯出什么名堂 然后就一直练 埋头这样子一直继续练下去 但是这个就跟龙哥讲的不太一样 龙哥那时候就觉得 你们两个又有实力又有颜值 那是外界 外界给我们的称呼 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取外号 就是比方说毒牙打线 杨瑞志 黄高骏 全态危险那是新农 然后那个三本柱 就是那时候的媒体很喜欢取外号 然后那时候我们前面就说 你这两个圆导 就会去问 说是怎么样 说颜值高 实力又好 前四轮的 OK的这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间接被洗脑 说我们真的长得不错 又打得不错 请问刚才那个 这个又是王经理吗 对啊 王经理 我们那时候我们的管理都比较 就比较那个 接地气 都很好笑啊 到现在都还有联络啊 是 那这是比较 就是在2007年开始 就是有一定的出赛量嘛 那 当然很遗憾的 这个到2008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这个俗称的黑米世界 那当时其实是在 陈泰就是被星光 这个接手之后决定易主嘛 那是由Media接手之后 那 那这段故事我想呢 其实当然施琪 其实是在 这个各种访问啊 或是在 讲到烂 但是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星球迷 没有听过啦 对 就 因为二次经改嘛 那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陈水扁总统 那时候上任的时候 应该不自己都忘记啦 陈水扁 不知道啊 2000年那种 2000世代可能不知道 陈水扁总统 那时候 那时候他就 在台湾史上 做出了一些 经改的 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嘛 然后 包含那时候 二次经改 然后包含就是 陈泰 那时候是银行嘛 是 陈泰商业银行 然后就跟星光金控合并 对 所以那一年合并之后 澳门老板就觉得 他想要把球队 就 就顺便卖掉嘛 对 后来就卖给那个 那个 米迪亚 米迪亚暴龙 这支球队这样子 然后那之前也有一个 九合 九合龙 想要进场 对 然后后来是没有通过嘛 后来才 再换成米迪亚 是这样子 OK 然后 米迪亚进场之后 因为等于就是 换了一个企业组 那到球场之后 有发现一切都 从一开始就 有点不太一样 还是到后面才 慢慢 一开始 因为我们其实 棒球人其实很单纯 不会想那么多 就是 就球场打球嘛 那环境有到 资源有到 就好了 然后 当时就是 资源也到得慢 包含我们练习服啊 或者是球衣 我们球衣是在比赛 开赛 那前一刻才到 开赛当天才到 球衣哦 在这之前 我们是完全没有球衣的 就是没有米迪亚 抱了这个球衣 都先穿旧的这样在那边练习 都是穿练习服 是 他就可能只是 随便一件 随便 然后上面也没有什么logo 也没有背号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打 那个中指热身赛的时候 就是穿练习服去打 上面顶多有号码这样子 然后它是没有logo 完全没有 就包含整个设计 包含整个资源 球衣啊 或者是都没有到位 我们觉得 怎么会这么慢这样子嘛 毕竟成泰那时候 是用三千万 去做上面 对三千万 那可能米迪亚可能 用三万 三万块 就很慢啦 整个球队是比较慢的 这样子 然后就让你们 但是一开始你的想法 应该还是就是 我就是专注在场上 对专注在场上嘛 有人接手也不错嘛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其实资源也越来越少了 就是你在球场练球的时候 东西已经 该搬的都搬了 然后该 该卖的也卖了 对 所以在三支球场练习的时候 其实那一段 在转卖的过程 其实蛮客难的 包括那时候 联盟的秘书长啊 跟 我忘记会长有没有来 秘书长有来 是 对 来三支看我们练球 那时候已经 已经要面临转卖了嘛 就是有一个空窗期啊 那时间多长我忘记了 对 就自己练 然后巴士也 他也没有每天开 因为他要加油嘛 啊师姐会讲说 啊现在就没钱了 我是要怎么加油 要看班次 你要看班次好像公车一样 然后就要自己开车啊 然后那时候我都跟龙哥嘛 因为他那时候有买一台车啊 对 那个车还蛮 蛮破的这样子 有时候会叼掐 有时候我们在三支叼掐 对 就是开那种很烂的车 就是自己去练 那时候真的很客难 然后 那段空窗期也是这样熬过 然后才正式有 那个media来接手 其实那时候接手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到都说有人接手还不错 这样子 就可以继续打球 总比没人接手 对 可以延续了 而且在这之前 他也有那个篮球队嘛 在那个SBL嘛 是 对啊 然后想说应该不错 哦 也觉得他很厉害 他有篮球也有棒球很酷耶 算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棒篮双七 这样子 对 他应该是第一个吧 我记得 应该是第一个 对 棒篮双七的一个公司这样子 像说哇 他应该很有钱这样子 而且应该是很有野心想要搞大的这种感觉 对 好像想在运动界付出或贡献这样子啊 对啊 殊不知就是跟我想象是不一样的 对 有贡献啊 是为他自己贡献的 也是留下一个那个历史 对 在历史流迷 流迷 故事吗 对啊 对啊 然后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08年就开始 应该大家有看过各种报道的话 就发现这个就思琪开始感受到各种选手啊 教练开始有些 他就慢慢的循序渐进嘛 会说服你啊 先揉的嘛 再说哎呀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嘛 就是比较慢慢的来问你 这样套你的话 然后才慢慢循序渐进说 哎呀你听说那个你有意愿哦 或者是人家跟我说你有意愿 就是吊你这样子啊 用各种方法这样子 我印象最深 你讲过一个故事是 好像你被带到一个小房间 然后就直接拿枪出来 对 就是 那时候我在嘉义 嘉义的 呃 嘉义的帮球场 我想想 不是 嘉义饭店 然后带出去 然后说老板想找你这样子啊 然后就 就开车载我去 就到山上的一个 一个 载到山上 对 那是一个山上 的一个 类似招待所 他应该是他个人的招待所 嗯 我想说他去哪里 怎么那么偏僻这样啊 嗯 对啊就再去 再去那个地方 嗯 就旁边都很多 因为嘉义比较 他应该是开到嘉义线啊 嗯 对从嘉义市到嘉义线 嗯 开了一段路 开了一段路 对我想说哇 荒烟慢炒 该不会要怎么样了 你当时已经有听说 比如说其他队友 遇到这种事 对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了 嗯 然后 印象很深刻就是被载去那边嘛 因为那个过程其实很可怕 嗯 因为你 你是 对 到那个目的地的那个 那个事情 你是未知了 是不知道 所以你就会在那边乱想 哇 就是过去那些学长的经验啊 各种电影的 应该是想说如果是电影的话 我等一下就开门 然后就翻滚 然后滚跳车 哇塞太厉害了 无间道这样 对对对 然后那是过去各种的那些什么新闻媒 新闻报导就会浮现在脑中 比方说以前兄弟像啊 被拿枪 呃 吴不连 吴不连教员嘛 以前不是拿被拿枪打头 嗯 然后徐生平教员被刺屁股 嗯 然后什么各种的那种 那种过去的经验 就开始跑出来 哇怎么办 我等一下会不会被 被吃屁股 或者是又被枪 那个枪托打头这样子 嗯 对啊 各种画面 然后就一直到那边嘛 就是 啊其实到那边 他也没有 没有跟我说什么 就是找我喝茶 嗯 就是那种 有茶具的那种场景 茶叶那种 对对对 就慢慢的这样子泡茶 这样倒 诗琪来喝这样子 喝那个茶 就是那种 有那种茶道 茶具啊 那种水壶啊 就很 很像电影 对对对 就对 就在那边喝茶 啊老大 老板就坐在那个中间 等你这样 你就是坐到他对面这样 就整个电影场景 然后你就喝着那个茶 你敢喝吗 那个茶 还是得喝吧 我没有拿起来喝 对对 然后他就说 你喝啦 来 叫我先喝 可能叫我论论猴之类的 应该是不错的茶 对应该不错 他就在那边 应该怎么讲 就是气茶 嗯 就整个这样气 然后还 倒那个水啊 第一泡不可以喝 嗯 他还在那边讲那些茶 茶精 嗯 说不说你抖到不行 前面倒很多啦 对对对 他说他真的找我喝茶 然后我想说 哦 因为那个 第一壶的茶不能喝 要先我还学到 你还要学到 还站到嘉义的山上 学这个小知识 我还学到 我说哦 因为第一泡不能喝 这样子 对他说哦 这个茶 开始开始在那边讲 开始进入主题嘛 就说 呃 那个 呃 如果哦 公司给你加薪 每个月给你 我记得好像是给我 再多给我十万块 他用加薪 对 加薪 每个月再给我多 给我十万块 阿佩合公司这样子 哦 对 就慢慢的这样子讲 嗯 然后印象非常深 就是他讲了一段话 他可以反映到 社会的一些现实面 他说 哦 老板跟你讲 哦 这社会 笑贫不笑藏 哦 就是 笑贫嘛 贫穷的贫 不笑藏 嗯 就是说 你要有钱 才可以在这个社会立足 可是 的确 在这个社会上 很多贫穷的人会被笑嘛 尤其是那个年代 好像这个 这一句 不管在各国都 很多造成很多犯罪现象 我觉得其实到现在来看 就是大家会去挺而走险 或是去做我们事情 确实就是这样啊 因为你 对 你穷 你就是 有一些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会造成你在社会上怎么样 嗯 就是 哇 其实这句话给我影响其实蛮大 笑贫不笑藏 他是对我的内心其实是有冲击的 嗯 这句话其实反映到人性上是真的 嗯 但是在棒球场上 我要怎么做 笑贫不笑藏 会内心其实是很挣扎 嗯 对啊 这钱到底要不要赚 到底要不要有钱 我要怎么赚钱 我要怎么 怎么去颠覆 我又没办法颠覆 因为这是事实 这也是现实 对啊 而且那时候那个年代的 那个年代的 的薪资 确实 这加薪十万块 应该是很大很大的利益 那当然后面那些就不用再讲了嘛 因为我 其实在很多场合都要讲 那个钱多到 就是说 哦 人性的大考验啊 就是说 而且又不用缴税 因为我们每年都要 每年五月就要开始缴税嘛 这个是直接拿进现金的 对啊 那现金不用缴税 你就可以直接带回去 然后那个钱摆在那边的大脑 就开始想说 哇塞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买房子 我就可以把那些什么 家里的那些什么贷款 把它付清 你就可以开始在那边想一些 这笔钱拿到手之后 你可以做什么 这是很大的考验 人性的考验 确实应该那时候 不是每个球员都挺得过这个 而且其实那时候蛮多球员 他家境可能也不是那么好 对啊 而且你看我们棒球员 我们棒球员 其实我们在打棒球的过程 我们是在 很小的团体里面的再小团体 因为我们不用开招会嘛 我们也不用去跟很多人互动 我们就是一直打棒球 一直打棒球 而且我们会就是以赢球至上 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你只要把球打好 你其他事可以不用管 连开招会啊 升旗啊 我们可以不用到 或者是你要考试 或者是上课 你就请一个公价就好了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社会小团体里面的再小团体 所以我们的很封闭 其实台湾的球员其实是很封闭的 我们会制成一国啦 然后这一国又很小 然后我们每天的互动就是在棒球 棒球员 然后还是棒球员 几乎都是跟棒球员在一起 所以变成你到职业之后 你不是只是 你国中 国小你可以这样子一直打棒球 教练会帮你把事情处理好 可是到了职业之后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对啊 因为你面对的是大环境嘛 你会碰到更多人嘛 那在一个应对上面 你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 你会不知道怎么应对 那尤其就可以反映到 到现在的高中生球员 其实你是可以 可以去找到这个 找到一些原因啦 就说 他们在加入 他们高中毕业到加入职棒这段时间啊 他们为什么跟大学生的那种 思绪啊 或者是管理啊 为什么会有差 因为他们不会 因为他们以前是被管理 你现在要自我管理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学生他 高中毕业之后 他有一段大学生活 他会懂得什么叫自我管理 因为他在大学生活的时候 因为他面对更多人嘛 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可以训练自己 其实像我们现在看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高中选秀进来的嘛 其实高中生毕业的跟大学生 有读大学的 其实老实说 大部分啊 差蛮多的 就是不管是他的个性 或是他的应对上 当然像阿坤那种是少数啦 少数少数 但是基本几乎所有你真的会看得出 他就是高中生毕业 还是他有读大学 其实蛮好判断的 对啊 好回到那个嘉义的 又离题了 嘉义的事 回到嘉义的事 那个时间其实就是人行运 而且笑评不笑长 我觉得大家这句话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笑评不笑 因为你们一定会碰到 大家都会碰到 那你要怎么做抉择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怎么走出去那个地方 我还是被他载回去啊 因为太远了 叫不到车 没有Uber那时候 难道没有Uber路边也没小黄啊 他是当下要让你选择吗 没有他在给我洗脑 洗脑就是用话术啊 给你洗脑 用利诱啊 用金钱啊 然后用未来啊 你们打球以后你们能打多久 其实 在球员进入职业的时候 那个未来不是梦 其实对我们来讲 未来真的 真的会未知耶 就像梦有可能就没了 突然就受伤可能就没了 有一首歌不是叫 我的未来不是梦吗 可是你 当你进入职业的时候 我们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是说 你以后不打你要做什么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问号耶 对啊 我不打我要做什么 其实很多人会问 就连现在也会很多人问球员说 你如果不打职棒你要干嘛 或是你不打之后要干嘛 大部分人真的是 讲不出来或者就只能讲说教练啊 或是什么什么那种 对啊 回归继承啊 继续继续在职场啊 或者是做其他 对吧 对啊 其实对我们来讲 对棒球员来讲 这是一个问号 对啊 尤其比起其他职业 你算是蛮早就要面对这个课题 对啊 而且你很年轻哦 很年轻就要退役哦 对啊 所以你会去思考 那那个老板又跟你讲说 那你以后不打球你要做什么 啊你做这个啊 你先存一些钱啊 这些钱那么多 不用缴税啊什么 你就会开始去思考 嗯 是不是要先存一点钱 而且那钱很多 棒球员相对单纯 尤其是在那个 现在可能他们还要 就面临一些网路啊 或是记者 但那个年代 他又更 就像你司机刚刚讲 更封闭 更封闭 他就真的是想说 哦好像可以存钱 他或许很多人 我在猜啦 或许也没想那么多 对 也没办法Google说什么 这个是不好的 或是什么会后续 这些没想那么多嘛 钱摆了眼前 老板好像讲的对这样 对啊 就很单纯啊 没有想那么多 啊 诱惑到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 去接受这个诱惑嘛 嗯 对啊 所以 当然很多球迷的时候 不能谅解说 这些球员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过你这样子 去探讨之后啊 其实他是可以 做很多的比对啊 就是说 我们就是在一个 很封闭的小团体 再小团体里面 不用开会 不用跟人家互动 只要打棒球 没有人教我们 要怎么样 管理 要怎么样生活 一堆人教我们打棒球 但是没有人教我们 怎么样 看待人生 跟 道德上面的分辨嘛 嗯 这个太少了 所以我们要自己来 去 做这些事情 但是 你自己学的时间 跟诱惑 哪一个会比较快 对啊 我觉得诱惑 这个诱因 一道的时候 你要去分辨 当你 没有说过这些训练 又要去分辨的时候 我觉得很困难 对啊 算是当时 应该说我们 球迷可能 想到这些事情 还是觉得很生气 无法原谅的 但其实他是有 他的脉络 就是事情 对 他整个历史脉络都有 当然不是说 这是正确的 但是 就是 他的困难度在哪 对啊 就像 我们会想说 假球 他也有一个脉络 这个黑金的脉络啊 是 他整个脉络 比方说 放水球 千赌 千赌站 租投 OK 但在资钱是什么 因为资金要找窗口 要找租口 对啊 为什么有这些资金 会跑来值棒 因为在这之前 台湾社会是有一个 大家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大家乐 六合彩 那在这之前还有 对啊 所以他那整个 那个金钱的 那个流向是 有脉络的 然后一直流 后来到 90年代 中华职帮成立 然后 千赌站成立 因为大家乐 六合彩结束嘛 因为政府 有管制嘛 所以他管制的时候 资金都跑到这边 跑到那个 中华职帮 所以是一堆钱涌过来 那当然就会开始有 这种钱的流动 希望可以买通什么 让他去可以 滚更多的钱 对 因为他资金要找窗 找出口嘛 就会跑到一些地方 90年代 跑到中华职帮 一直到2000多年 还是 这个是金钱利诱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说 前面提到的 有枪啊 或是直接有一些威胁性在 那我觉得 如果以 思琪的更新看起来 就是金钱的利诱 好 我可以回避掉 我可以打哈哈 可是 你难道都不会想说 哪一天 他就真的 直接就 或是 就激进起来了 这是 当然也会害怕 对啊 那时候我是跟他讲说 我就不打了 我就离开这个环境 如果这个环境真的是这样子 大环境是这样子 那就代表说 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环境 那就是要离开 但是已经做好 最后还打算就是 今天如果发生 我就赶快 我就闪了 对 我已经跟那个 就是当时的管理 我就跟他讲 就是当时管理球队那些老板 我就跟他讲说 我不打了 你让我走 我回家了 这样子 对啊 那他还是需要我嘛 因为长得帅 实力好的也不多嘛 就一方面 这个除了这边可以盈利之外 当然多边商品 应该还是可以再 卖一些 你要挂羊头卖狗 总要有一个帅的羊头 在外面 还是要有羊头啦 对啊 总不能放猪头嘛 所以球队的门面 还是要在啦 这是当初 就是最后留下来 那最后当然就 就就撑过去啦 那个时候老板 大概也没想到 你现在会打到现在 对 因为当时一整票都沦陷了嘛 对 没想到说 这个还会拒绝我 这个长得帅的 对 长得帅又有实力 也会拒绝我 然后就 不然再越开越多 越开越多嘛 那个金额越来越高 那当然对我内心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啊 不过我是跟他讲说 我就不打 因为我觉得说 这环境是这样子 而且你打球能打多久 可是你的人生是一辈子的啊 是很长的 可能说打球可能打了十年 可能差不多了 可是你还要再活四五十年耶 对啊 那这段时间那怎么办 对啊 好 所以 你那时候应该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一路打到 就因为你当下 其实他是快说服你的意思 是说 你打球能打几年吗 就是你当下你做好要退的 要退的 要离开这个环境的准备 那你有想到会打到现在这个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想过 我当进职业 然后这一路走来 完全没想过 自己可以打这么久 是 对我觉得真的是运气啊 我觉得你讲运气就谦虚啊 但是运气是 可能是一个其中一个成分啊 对我自己 我当然我自己又掌握住一些 身体的状况 一些时刻嘛 一些时刻 然后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话 比方说 常听到人家说 细棚子待久 那舞台就你的嘛 可是你要想 你要成为一个 呃 待在这个细棚子久的人 你要怎么待 在这个职棒的这个环境里面 对啊 光呆久就是一个学问 对呆久 你要怎么 我觉得呆久 它是一个呆久嘛 就是说你有一段时间 可是你要怎么呆 呆在这里 就是你要一直存在在这里啊 这不管你好坏 你都要存在 OK 那成功的呆久 那最后在球队 米迪亚解散之后 来到了当时的兄弟相 当然也遇到了一些事情啦 那就不再赘述 因为又是一样的事情 又出现了 对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你 你这次有没有 因为一次挺过来了 你会觉得说 又碰到第二次 怎么还有 第二次就觉得 天啊 我是不是真的 我不要打棒球了 文明是不是很苦 对啊 没有 其实那时候 呃 大概就知道 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还没有结束的 还是有 那个 会声会影 然后大家都在 四几家都会传说 哦 这些球员 还是谁谁谁 还是有在传 但是我还是始终是相信 相信球员 或者是相信这个环境嘛 它是走正向的发展 然后 而且我那时候刚进兄弟的时候 因为兄弟他没有住宿舍嘛 是 在清晨街 他只是一个 也有少部分人住在宿舍 因为他很小 他没有提供完整宿舍 所以我没有住在宿舍 就回家 就打完球 就回去 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要跟 当年要跟很多球员 有私下的接触 其实还蛮少的 就是你打球 在场上时间 结束就回去 然后 大概隔天的中午 又碰到 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 呃 当时两次事情爆发之后 却是在这个 2012年拿下了MVP 就是 我觉得这故事 真的是当然极致曲折啦 那是单身的MVP 然后一直到今天 甚至一路打到现在 你其实心里有没有什么 就是你这样回过头来看 这样的一条路 你有没有什么话 就是特别想说的 当下拿下MVP那时候 应该觉得 因为你那时候 没有想到你会打到现在 完全没有想过 已经是人生的一个高点 那时候觉得是巅峰了 巅峰了 挺过了这两次 还拿到MVP 而且会看淡了很多事情 而且09年进去 我也是抱着很期待的心 小鸡啊 小鸡也那时候刚回国 然后整个说 哇 好有希望 整个过去成在队友 然后过去小学 一直到高中的队友 这样子 哇 组合在这个 我就对这个 这个未来是有憧憬的 这样子 当然 会声会影也很多 就我那时候的情绪 是很复杂 到底要怎么做 其实是很乱的 整个环境 其实也是很乱的 就是大家都很乱 然后情绪复杂 环境也不是很理想 但是还是要打球嘛 对啊 那回到最 最简单的生活 就是你就是把球打好 这是老话嘛 但是也能反映当时的 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球打好 其他你就不要想那么多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一直达到MVP 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自己可以到那个程度啊 也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一直练一直练 真的是一直练习 从05 06年这样子的 是每天练到早上 然后也可能也没有位置 上不了场 一直到2012年 然后经过这么多 拿下MVP 所以应该是完全 完全意想不到的啦 那时候练习的量 真的是非常大 也一直习惯 一直到现在嘛 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觉得那时候的量很大 嗯 真的 真的训练量是很大 你光想一下那个 三篮球 四篮球 一篮是300颗 就900颗 我想一下 我可能要用那个 大鲁格代币去召唤 900球 到底是投了几颗 900球 你想一下打一颗球 放在那几球之后 每一颗球大概 5秒好了 你要打多久 就是你打 对啊 900乘以5秒 那大概是几秒 然后再除以60嘛 等我一下 帮我拿我的算盘 你没有上心算 手要比算 就要花很多时间了 然后晚上又要挥棒 然后早上起来又 有时候又会去跑步 然后会提早去球场 再继续打 那时间就是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真的 就是一到床上 洗完澡就是睡觉 然后练习 起床就是练习 起床就是练习 这样的 很长一段时间 是这样子过的 OK 那因为你是走过很 很多这样 坎坷路 坎坷路啦 那加上你 你其实年轻的时候 自认为啦 你可能觉得 你不是太有天分 或是就一进去 就有先发位置 所以你是用很大的练习量 对 让自己往前走 然后挺过这些 很不寻常的状况 一路走到MVP 到现在 一路的比赛 甚至是 40俱乐部的成员 那回过头来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样 因为其实现在的职棒环境 跟当初 你刚进来的时候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看着现在的 年轻选手进来 你会不会有什么话 想跟他们说 或是你会觉得 他们现在过得 很好吗 对你来说 我觉得时代不同啦 因为他们的好 跟他们的不好 我们的好 跟我们的不好 都不太一样的 对 应该是说 他时代的产物 像我们80年 就是1980的嘛 这个这一代 70年次的 我们会看到 中华职棒的 几个衔接点啊 就是环境的转变 然后到环境的改变 到环境变好 我们有碰到这几个时期 可是现在年轻球员 他没有碰到这个时期 他不能体会 他可以知道 但是他不能体会 对 我觉得议会跟体会 是不太一样 他们就像在听一个故事 对 他们是说 以前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学长 500万有很多 因为他们签约金 都300 500 你现在500万 摆在桌上 他就怎么了 500万而已哦 这样子啊 好感受 对啊 这故事当然 再加上这个什么 通货膨胀啊等等 对对对 他可能没办法理解 你当初的 我跟他们讲说 以前仁爱路的房子 一间才多少钱 怎么可能 学长你在骗我 是基隆的人爱路 还是台北市 大安区仁爱路 我说大安区的 怎么可能 这样子啊 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对啊 所以每一个时代的选手 有他们自己要面对的课题 确实 那当然这一代 在棒球的环境上 确实是 没有以前那种 比较奇葩的状况 对 但是就是好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些 会有一些问题在嘛 就是说 比方说 网络上面的抨击啊 评论啊 不一样世代的那些 课题 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他们面临的是 就像前面讲通膨 对 他们会觉得 牵约线很高 很正常 可是这个通膨 对他们来讲 他们变相的扣心 因为以前我们哪有 那么可怕的通膨在 而且现在麦当劳 什么什么都长成这样 或者是一碗卤肉饭 所以他们的 比方说维持原型 其实是变相扣心 而且是扣很多 每个月都在扣心 但是他们就不太理解 大家也可能不会去想到 这么深的一块 对 然后再来是说 现在环境变比较好 你要去思考的那些 事情会 会 我觉得会 相对的会变少 因为人家都已经帮你安排的很好了 你根本不用去思考 你以前是没有人教 他们现在是人家都帮他们做好 对 现在是都做好 那个SOP都有了 你就是照这个方式去做 你就可以变成什么样的选手 其实不难 因为资讯很多 可是会变成是说 你没有独立思考 会变成 你会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自己 你会找不到 找不到自己 你好像是一个人工的产物 就是顺着走而已 对啊 所以那种 球员 他会变得 都很像 都很像 他会变得都很像 但其实也没有不好 大家实力都在往上 但感觉都变很像 他没有 那种 少了 那种 独特性 其实这很多 业界的人士 或是媒体 先进 其实也蛮常跟我们聊到这个 他们觉得以前的选手 好像都 比较有特色 对 然后就跟像 世纪刚刚讲的 其实以前媒体很喜欢 帮他们取 绰号 或什么 然后现在媒体 其实很少 帮选手取绰号 通常都是 球迷 或是球团 给出来的 或是 通常现在很多都是 球员自己的 那个名字 而已 对 就去衍生出来这样 就是 因为他们的特色 比较不明显 不显著 就是你会觉得 有不一样 但是他的不一样 又不会说 差异性很大 你就会感觉是 大家都一样 看起来都一样 好像是一个 有水线产出的产物 那你会不会觉得 是因为 现在的网络 或是舆论 也让他们变得 不敢做自己 你觉得这是一个部分吗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当然也有 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刚刚讲 这些嘛 就是 那个流水线都做好了 我就照这个方式走 我想那么多 反正最安全 不上去可惜 都做好了 最安全的 最安全嘛 对啊 缺少的那种独立思考 我觉得会 可以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比较可惜一点 对 也没有说不好 也没有说不好 就是说 总感觉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这样 可以多加一点点 也不一定说 我一定要 这个流水线 我不上车 我会去做别的 也不一定要这么特别 就对了 对啊 就可以反映到那种 类似像 有一本书叫 八二法则嘛 是百分之八十 跟百分之二十 那百分之二十人 就很特别啊 百分之八十人就 会 就是很一般嘛 是 那我们是职棒 那你是想 成为一般的球员 还是要很特别的球员 但是八二法则 我觉得 其实 八十这个percent 其实是往上的 会越来越高的 会越来越高 然后独特性的选手 或独特 很独特的人 会越来越少 所以 这一本书其实也不错 我最近才刚看完嘛 推荐给大家 对 推荐给大家 热爱看书的 对 那八二法则 我觉得 可以反映在一些事情上面 OK 这个是 给一些年轻选手的中呼 下集 进入这个单元呢 叫做是 兄弟 你胡说